在南京有着很多古代墓葬存在 而考古专家也时常对此地进行探查 希望有新的发现 而就在一次探查之中 有一个考古队直接就在一个山体之间找到了一座古墓 而经过他们对于史料的搜集以及探究 这座古墓实际上就是明朝时期朱棣四女儿贤宁公主的墓葬 作为朱棣最喜欢的女儿之一 贤宁公主被嫁给了大象松茵 他们两人一人长相美貌 一人风度翩翩 在明朝很多人眼中都是一对神仙眷侣 但可惜的是在一场战争之中 八字解读人生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事业财运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有独到专言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到那时无论是他们的姓名 还是墓中文物都非常的危险 他们是考古专家为的是保护文物 而并非破坏 所以为了两方面着想 他才直接宣布撤退 可惜这颗古墓最终还是被水给淹没了 对于墓中的文物造成了大量损失 但直到2004年 当地的专家才再次将其打开 汤水挖掘古墓 建立公主的古墓也得以 对于墓中的词